好 我們來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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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Nike 愛迪達這些運動品牌的襪子 或是男性休閒襪 甚至是迪士尼卡通兒童襪 從三十年前開始 都是由台灣代工製造 這襪機24小時不停運轉 這間彰化田中的襪子廠 從家庭工廠首搖織襪機起家 為了因應國際大廠訂單需求 織襪機台太舊換新 現在全靠電腦自動化運作 現在製作襪子的機器 已經改為全電腦自動化 像這樣短的襪子只需要三分鐘 而長一點也只要四分鐘就完成 年輕這二十三台織襪機 一天能做五千五百雙襪子 不管是素面還是花紋 都算小case 但比價格比產量 目前台灣都打不贏中國大陸 要在夾縫中求生存 這間襪子廠的秘密武器 就在於資工特殊的機能襪 一般的襪子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你要做比較有功能性的 這個要在於 就是機器本身 你要還有技術性的問題 還要再改裝 這裡有金蘇眠 有中工紗 有杜邦萊卡 KUMAS 其實台湾 工一雙機能襪 就使用超過三種以上的 紗線材質 能把這些材質搭配得恰到好處 就得靠經驗老道的襪子廠 董事長蕭明春 這個一公斤 一萬六千多 這樣我們買回來 再跟 跟那個 金蘇眠核染起來 核染起來 再來 汁 它的紗金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它除透就比較好 從十三歲開始投入做襪子 蕭明春在織襪領域 整整打拚五十五年 曾經歷台灣經濟起飛 襪子外銷盛況 一九八九年時 小小一個社頭鄉 曾創下一百億產值的佳績 但隨著一九九零年 台灣產業蹊進 襪子外銷開始下滑 一九九五年 WTO成立 自由貿易取代配額 出口量大受影響 尤其二零一二年 美韓FTA生效 韓襪外銷美國 關稅降為零 台灣確認高達百分之十五 讓當地 許多襪子場面臨倒閉 而鄉明春從一開始 就堅持根流台灣 不服輸的個性 讓他靠著 創新研發的機能襪 再度和國際接軌 在美國 像 德國 沒有那個 體用品展 這樣 香港 日本 這樣 出去看 因為我們 英語不會 但是我製造也沒有 我們就是 這一款跟這一款跟這一款 買一雙一雙回來 再來 湊成一支襪子 怎麼樣配色 怎樣再來改變 像這裡 後腳跟上面 我們跟隨著摩擦 會痛 我們把它做一塊這個 前後腳跟有氣墊 你這裡比較不會激眼 襪子不只要創新 還要多樣化 海漢 保暖 抗菌 防臭 西鎮 種類五花八門 因應消費者不同需求 甚至連護具都有研發生產 讓蕭民村成功打進日本 德國 英國市場 每月外銷量達八四萬雙 我們這裡有十款不一樣的花樣 這些都是今年開花的 蕭民村將大半輩子獻給了襪子產業 即使已經六十八歲 仍勇於創新大膽突破 他相信唯有高附加價值的襪子 才能抵擋 抵價競爭 生意做得長久 就像穿在腳上的襪子 越符合雙腳需求 才能走得更長遠 會不斷 而且也不斷 不斷 以往